今天會特別把我們的劉蓋森 請過來高雄陪我們登記 是因為他現在是目前 我們南臺灣最強母雞 而且我們劉蓋森他是五連霸的議員 他一路走來都非常的堅持自己的理想 不忘初衷 而且非常的勇敢和清流 今天除了來陪喬英登記以外 也來教喬英如何勇敢 不畏強權的來當好一個議員監督市政 我想 我想做民意代表 我的原則一向就是 挑戰官商勾結 捍衛是非公益 所以我特別挑了這朵紅色的玫瑰花 議會心聲音 選給白喬英 美蕾待起的暗鬼鬼 監督市政不會放水 所以以後 他監督市政 選民 你把選票回給他 我們共同監督白喬英 我送他這個暗鬼鬼的意思是在這裡 感謝我們梁蓋森 加油 請像米蕾暗鬼一樣 我認為說其實不急 因為我們一定要找到最好的人選 最適合高雄市民的人選嘛 所以呢既然民進黨在雙北都還沒有翻牌 我們在南台灣為什麼要這麼急呢 所以相信大家 楊欣寧 國民黨很快就會提出一個很好的人選 那議員你自己認為呢 今天你是跨區當母親 因為喬英到我食材很多年了 他住在立安營的時候我就不怕他了 所以他請在問說 我看你在這輩子跟別人不一樣 那今天他有意要從政 我們給他的鼓勵就是說 民意代表 我選了一個市長為什麼還要選議員 就是要來負責幫我監督這個市長跟市政 所以我對他經常在提就是說 議員沒有個人的生活 你唯有以民意為依歸 你才可以做一個出色的議員 最主要要秦上那些財政的美貴一樣 不可以去用特協 因為民意為特利 就是把他的寬意交給你的手 所以你如果去用社區 那就變成夫婚一家 我跟你說夫婚一家 就是畢端高雄高結的開始 所以這是我對他的基台 那麼因為跨區是高雄市 當然現在黨還在針對 各路的人選 優質的人選做評估跟考量 我們知道南台灣對國民黨來講 相信的比較艱困 所以台南已經有一個了解了 聽心理出了 所以南高最好一定會做出美麗連線 在冰天率地的地方開出美麗燦爛生理的火力 謝謝 好 那今天我們 請問一下 所以你對於高雄市等的紀錶 有沒有什麼樣的期許或建議 我想黨從各方面去思考 就是說在艱困選區 本來就不能莫所成規 尤其國民黨在地也有很多優秀的人才 但有時候顧慮的因事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期待說 除了徵詢各方的人才以外 就各方的意見 但是在這種艱困的選區 有時候不一定要按照牌理出牌 因為當年我們知道18年的韓市長 最後能夠突破萬重委 翻盤成功 一樣 雙股沒有穩定的 政治在你眼前一寸之外都是黑暗的 什麼事情都會發生 為了不斷的努力 努力再努力 準備準備再準備 謝謝 請問你是在地的聲音 這樣子在台南都突破重溫 你會不會覺得在高雄 或國民黨的市長人選 最後有這樣子在地的特質 都可以啊 因為這種特質 現在跟過去不一樣 民進黨在所有的縣市 推出的經常都不是在地 而且就是說因為現在是網路時代 自媒體時代 其實人跟人的治理 台灣幾乎已經是一日生活圈了 所以在過去那種地域觀念 那當然有一些特殊的狀況 要綜合考量 我想黨會有綜合考量的智慧 議員那像早上有一些現任的一些議員 他們是很挺這個李治川 說要這個川普流不行這樣子 那有些人是說 希望朱立倫自己下來選 那議員對這兩個人有辦法 都是好的人選 我想川普我上上禮拜也剛去看過他 因為抱歉我要借重各位高雄的好朋友 因為我將來台南市政 也是要借重高雄一些良好的建設 在他們短短一年半之間 可以開闢鋪新的六百四十幾條道路 這是破了台灣自治史的紀錄 所以為什麼有這種執行力 當然川普是一個很重要的靈魂角色 所以我去拜會過他 那好的人才應該為國家 為所有城市所用 所以我們也期待 川普有這個機會 來為高雄市扛起一片天 我想高雄市民到今天 都還相當懷念這位川普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 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貝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